你穿这幅画 我觉得这个用色相对简单一些 这个是不是在你选料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纠结 这个作品呢 它的名称是叫秋 秋天的颜色嘛 当然它就是以红色 或者说以黄色为代表 所以这个颜色是没什么纠结的 但是这个材料上我是很纠结的 做完以后 因为也没有告诉老爷子 然后做完以后 老爷子一看完 说我被骂了 他说你太糟蹋材料了 他说这个红色这么量大 集中在一个作品里面 我们的储备也没那么大 就是说这个红色的石头 其实是用来画龙点睛的 然后你全用在了一个作品上 是这意思吗 没错没错 该用的时候还得用 老爷子喜欢吗 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有点舍不得 但是还是很喜欢